绿与黯然的卓昆山森林公园 Cheluk Tokun Hill Taman Rinpa Phuket Mandajam 是大三角最高的一座山 这是我们第一次到这里游玩 就得到几只野猴热烈的欢迎 卓昆山面积达37公顷左右 最高峰达海拔545公尺 登山难度为中等 来回的时间大概3至4个小时 这里的环境非常适合一家人来踏青 也是登山爱好者的首选之一 是大三角著名的休闲场所 由于这一次和长辈一同前来 行动不便 所以只打算在山脚下逛一逛 吸收一下这里的天地灵气 大地精华 当地居民 无论男女老少 都喜欢前来贴近大自然 如登山践行 静心与养生 锻炼身体 放松心情 放松心情 山脚下度 二代雨林树木茂密 品种繁杂 以卓昆山为例 平均每公顷约有成百种植物 如当地特有Andermade的植物品种 江科植物 Honeyphia 三角下有瀑布 是溪水消暑的好去处 无论早上或中午 这儿都是树叶之音 感觉低温凉快 舒服极了 这里有很多齐天大圣的子孙 有的很温顺 有的脾气不太好 要格外的小心 大三角三轮绵绵 卓昆山森林公园 公室有三条正规道路 但实际上 卓昆山路口不少 包括从梦光水坝 五拉壁等进路 山中也有不少的小路和分叉路 我们把池子停放在卓昆山的旧水坝旁 干枯荒废的旧水坝吸引了我的目光 这历史悠久的水坝宛如一座城墙 中间有一间八角亭 红尾夺目 沉热访客打卡的地方 站在此城墙 居高临下 一览卓昆山三角下美丽的风景 一览卓昆山三角 一规短水坝里的风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 孕育丰富的自然生态景观 依托乐带雨林的优势 所势力的卓坤山森林公园 传达着珍稀保护森林资源的理念 把美好传承给下一代 我们完成了这次都棍旧水坝的旅程 现在准备回家的路上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